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高级公务员将参加英语能力评估考试 针对议员拨款 反对党议员将破天荒首次获得政府拨款 但相比起西蒙古会议员在开家节前获得的50万令吉拨款 服务中心获得的20万令吉拨款 反对党议员就比较少了 分别是20万令吉以及10万令吉 另外针对昨天财政部长林冠英爆出的94亿天然气管工程丑闻 林冠英和反谈会官员也将到中国了解真相 来换个焦点 从检察长人选风波昨天在国家元首同意之后 终于告一段落了 资深律师汤米·汤姆斯今天早上正式打卡上班 他上任第一天就强调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调查印马公司丑闻 除了誓言将把所有违法者提控上庭 不会有任何例外之外 也会马上联系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司法部 致力协助取回纳税人被盗窃的数十亿令吉 他也承诺会做对的事 相信正义不仅需要获得伸张 更需要彰显于人前 全国瞩目的特经会倒数不到一个星期 就会在新加坡上演了 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下个星期二 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地点就是圣陶沙的卡佩拉酒店 据知这酒店之所以获选 是因为它有利于保障这两位世界级领袖的安全 新加坡早前已经宣布 在10日至14日期间 会加强整个圣陶沙岛 包括圣陶沙名胜世界的保安措施 另外特朗普也在推特表示 希望这次与朝鲜会面 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开始 最后来看娱乐新闻 金曲歌后彭家会惊爆婚变 他早前被台湾媒体拍到 跟一名男子约会还在街上集吻 事隔几天 他今早就在脸书张贴声明 宣布已经和结婚12年的丈夫 在今年3月离婚了 声明没有提到两人的离婚原因 只是说声明由两人共同完成 以及谢谢大家的关心 彭家会与丈夫育有三名孩子 早在今年就爆出他已经婚变 不过当时他极力否认 根据报道 彭家会近年事业重新攀上巅峰 忙碌与工作聚少离多 可能就是婚变的主要原因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